今天是2020年的8月27号 两次呢出现了中阳线 超过0.5%都算中阳线啊 上升指数涨幅0.61% 深层指数0.79% 创业版指数涨幅1.7% 请看文档的唯一一张图 今天就讲这一张图 它距离趋势还是比较近的 注意啊 距离其实还是比较近的 今天我看有学员问的一个比较多的话题呢 就是 突破短期趋势要不要买过 它没有破位短期趋势啊 如果没有破位 破位短期趋势的话 突破短期趋势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它一直都在上升趋势里 能理解不 所以问这个问题的人呢 其实是没有思考 没有进行思考 所以我说零分嘛 这个问题其实 问的人还挺多的啊 但是如果它破位短期趋势了 再突破短期趋势 今天下午有一个学员啊 我记得好像姓徐 所以当他问的 然后呢 我觉得他至少呢 就是说 他问到点上了 如果先破位趋势 代表什么 代表他已经跌穿短期趋势了 然后呢 再突破趋势 短期趋势的上亏 问要不要买入 这个问题问的就很好 所以现在来讲呢 就是说直接问你说突破短期趋势 要不要买入的 其实我也回答了 我说不 不的意思就是 不买卖 对吧 不买卖 因为他 不是突破趋势了 对不对 他一直在 他不涉及到突破的问题 他一直在 那么如果先破位趋势 看这张图 如果破位趋势了 再突破趋势 这个过程中 没到八天 没到八天 请问 要不要买入 认为要买入的 答一 不要买入的 答二 还行啊 大部分人都答对了 这跟八不八天没关系 我故意给大家 设了一个小陷阱 这跟八不八天没有关系 我再说一遍 这跟八不八天没有关系 趋势为王 结构修边 结构是为了辅助趋势的 为了服务趋势的 这句话我说了至少几十遍吧 这句话至少说了几十遍吧 如果结构导致趋势的破位或突破 结构的使命就算完成了 使命这两个字 也至少说过十遍了吧 破位或突破趋势之后 趋势将接管结构 这个字也至少说了五遍了吧 能理解吗 八天只是说可能一两天跌不够 跌不到 像现在这儿了 那么八天的时间跌穿趋势的概率就比较大 八天是干这个的 但是呢 它如果一天就跌穿了 那你不用考虑八天了 结构修边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 它已经修完边了 所以趋势将接管 比方说底部有结构 比如说骨栽是吧 顶部有结构 顶部有结构之后呢 跌下来破趋势了 后面呢跟结构就没关系了 趋势将接管 那一波行情 比方说这个 这个很大 行情规模很大 你像今年的 三月十九号到现在都是上升入期 三月十九号是有结构的 但是三月十九号的结构管到现在吗 你能说现在还跟三月十九号的结构有关系吗 所以结构它只需要完成它的使命就行了 其他的不需要 能理解吧 那假如说结构导致趋势的破位 趋势将接管后面的行情 结构 你没事了 你回家歇着去吧 你的使命已经完成 功臣一个 回家歇着去 什么时候再需要你给你打电话 明白了吗 能理解的打一 这回说的够明白吗 所以千万不要忘了 结构是为了辅助趋势的 我 你看这一波 我说 如果不能跌穿趋势 结构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不跌穿趋势 结构就代表它不对 结构的唯一纠错标准是顿化消失 跟趋势是不是上船上轨 没有关系 所以它错了两个点 就是提这种问题的 像今天如果突破趋势上轨 要不要买入的这个问题的 它错了两个点 第一个点 趋势就没有进入到下降趋势过 所以不存在 穿上轨之后 重新站到了上升趋势之上 不存在 因为它就没下去过 所以不存在上 第二个问题就是 结构的纠错标准 只有顿化消失 没有其他的 要解决唯一之问题 今天有个学员说 差不多就买回来 对吧 大家还记得吗 就这三个字 印象非常深 差不多就买回来 反正你认为没有大跌吗 就看完这样的学员 就是零分学员 我管这样的学员 都是零分学员 就一口老血 你说你学了这么长时间了 还跟我玩差不多 啥叫差不多 咱们做交易 可能可都是精确到 定量精确到个位数了 那你告诉我 什么叫差不多 它的差不多呢 就是什么 如果航行涨上去了 你就应该买进去 如果航行跌下去了 这还没到差不多 你们能理解吗 这跟说 我们应该做不断交易 我们应该高抛低息 一样 废话嘛 那谁不想高了卖低了卖呀 但是你怎么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呀 不带事后诸葛的啊 涨上去了之后 你说那是低点 不带这个的 就现在 你说是高点还是低点 你来 不服你来 我们也不知道啊 你像有学员问 我就直接说 老师什么时候买回 我说我不知道 现在是没有定数的 对吧 他到底是出序列了 还是出底部结构了 还是突破趋势了 还是破位趋势了 现在是没有结果的 未来什么时候有结果 我不知道呀 但是他当他出现的时候 我知道呀 因为我有标准嘛 对吧 所以关于这个差不多的三个字 我们一直说咱们的交易的跟绝大多数投资者的区别是什么 咱们叫做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是说一不二的 你看咱们做交易什么时候没棱两可过 我说没棱两可 那都是夸有些人 对吧 有些人没棱十八课 我们是说一不二 差一个点都不会交易 这就是定量分析跟模糊分析的区别 很多人不懂定量 很多人不会定量 这也是学员区里主要要学的东西嘛 所以当你学完这一期之后 你还回过头来说 差不多就买回来 什么叫差不多 高抛低息什么是高 什么是低 对不对 千万不要走那种老路啊 这是绝大多数人亏损的主要原因 他们说 我们说啊 这个人性加波动导致亏损 对吧 但是怎么克服人性 如何克服人性 就要建立标准嘛 对吧 标准你为什么要解决定量问题啊 因为要解决标准的唯一值问题 当标准多了也不行 为啥要解决唯一值问题 就是不给你借口 对不对 你想想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逻辑 为什么解决唯一值问题啊 就是为了不给你借口 你要么你就按标准来 要么你就不按 对不对 大家想想 是不是 你要么你就尊重标准 遵守标准 要么你就 你不管用任何情况 你就没有遵守标准 这就是说一不二的好处 不给你任何借口 不给你机会 不给你 不遵守规则的机会 假如说标准是多重的 我既看了看上乘指数 又看了看创业办指数 又看了看生成指 对吧 创业办指数前两天破位趋势 对不对 所以呢 假如标准是多重的 那么注意啊 当你想买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那个 契合你买的那个标准 当你想卖的时候 主观性想卖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 契合你卖的那个标准 反正有多套标准吧 你们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就是标准 它不是客观的了 它变成主观的了 你想先 先想干啥 然后呢 在众多的标准当中 出来一个 哎 刚好来契合你想干的这件事 这就是为什么说 不建议大家听消息 比方说一只股票啊 大家手里的股票 我发现有些人就特别喜欢 听这只股票的消息 张三 老师说 这只股票 为什么看好 AAA BBB 一堆理由 对吧 李四 为什么看空 CCCDDD 各种理由 王五 为什么看震荡 可能这个 这个看多的还不只是张三 张三三 张三三三 张三三三三三 一堆老师 当你主观的觉得这只股票 我不想卖 发自内心的不想卖的时候 你就开始 你就开始想到那张三三 张三三三了 这些人了 能理解吗 这就叫做 你接受的外界的讯息越多 它往往会契合你的主观交易意愿 而变得不够客观 这是不可取的 我们的定量分析最大的好处就是 甭管谁说 甭管是谁 现在结构是不是形成了 是还是不是 对吧 不给你找理由的机会 这就是客观性 所以我刚才所解释的这个主观和客观的问题 你看起来很不起眼 但是呢 它是决定性作用的 在我们的交易体系里起到决定性作用 高手 你得看到问题的关键所在 能理解了吧 为什么叫做定量分析 能理解的打一 所以大家就自己手中的个股 少看 古巴里啊 这个消息啊 各种庭 然后呢 这支股票发的各种新闻 很多人都愿意看 你就记住我说的话 少看 能不看 不看 你看的越少 你交易的越好 你看的越多 你交易的越不好 能理解不 看的越多 整个大脑就是混乱的 是吧 因为它肯定不是一个方向 有多个方向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 就是说多的有说多的理由 看空的有看空的理由 但是呢 就开始契合你的主观意愿了 当你主观想卖的时候 哇 看空的就会跳出来 在你脑海里跳出来 可有意思了 我其实我这么说 会击中很多人的这种经历 击中 就像我所说的击中 就是你曾经出现过 当你想卖掉的时候 你就突然想起来 哪一个人说 这个股票应该卖掉 然后你就觉得 自己想卖掉的这个决定 无比的英明 无比的英明 你就认为 自己想卖掉的这个决定 简直就是太正确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尊重市场 尊重市场 对市场永远保持敬畏之心 就是客观 我们永远都客观 但做到这一条很难的 怎么才能客观 建立标准 怎么才能遵守标准 解决为一致 怎么解决为一致 数字化定量分析 这就是等靠逻辑的问题 好吧 所以再不要说高抛低息 波段交易 包括今天文字课里说的差不多 我告诉你 你差老多了 你距离专业水准还差十万八千里 今天语音课到目前所说的这二十分钟 极为重要 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能够认真思考 好不好 就是你原来 其实那个方式是错的 大家多深入思考 认真思考 别看今天没怎么讲行情 是吧 这都是干货 相当赶的干货 好吧 下面的时间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周贤富老师 大盘向上如何纠错 顿化消失纠错呀 如果向上就一定会出现顿化消失 顿化消失纠错呀 所有按结构卖出的 我们大概率都是按顿化消失纠错呀 这个本节课一开始就讲了 对不对 我说我们建立纠错标准 顿化消失纠错 没有跌传趋势 就代表它是出错的 出错了的话 就顿化消失纠错 讲完之后又问一遍 指数代表的仓位和个股的标准 不协调怎么解决 不需要解决 我就从来没有说 它们一定要协调 指数代表了仓位 个股代表了正常 对吧 对话说过吧 说过很多次吧 没有说它们一定要协调呀 它不协调是正常的呀 不需要解决 无需解决 好吧 无痕 我觉得收盘突破趋势纠错 也可以 也不违规 刚才那盆拿走没 要不再给我送回来 无痕 我今天这个课 你算是白讲了 你算是白听了 不存在也不违规这个问题 明白吗 它就没有破趋势 哪来的突破趋势 那我今天我这一节课 我这一开始我就讲这事 你听什么了你啊 胖胖老师 今年还算你有事吗 第二个呢就是说 今年还算牛市吗 3月19号以来 一直都是上升周期 今年还没有结束 但目前来讲 今年算是牛市 但今年还没结束 对不对 那假如说你说最后一个季度 第四季度 就一直下跌了 你就不能说是牛市了吧 但四季度呢 我还是很看好的 我个人还是很看好的 注意啊 注意 不是看好 是很看好 这里横着不跌 后面要有大动作呀 耐心点啊 耐心点 你别看咱们这个短期卖了 短期卖了之后呢 我也跟大家说了 我说不一定能够在最低的位置买回 好吧 不多讲了啊 16点04分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 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